她一定会派出这么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立作 所以我也祝愿你 最后呢 我想讲我们中心的祝愿这个女生女士 在我们台场拍摄 能够给你汇报一下 我女儿是一个粉条 她不是粉丝 为啥 粉条跟粉丝酥 你的所有的公民她都满了 知道吗 其实呢 那 再来的时候呢 我就跟我爱人商量了 因为你一年家有儿女的时候 说很小啊 当时我爱人看了之后 我女儿说 爸爸 爸爸 那把她倒定了我们家来 说是 给我当 姐姐行过前 不久跟我爱人商量 我老婆说不行啊 我老婆不一定认识啊 我说她照样 拍完电视剧 来帮我们家当干女儿 我老婆说 我要叫她当干女儿 可你要挂钱的呀 我要花多少钱 十万块吧 我十万块 看呀 她一想不行 十万太多 那会人家没死 那十万块 挺嫌的 这次来了 我说我建议 我老婆又说了 我老婆不可以 这次你要见到人家了 把我把娘子 把她带回来 到我们家来 好不好 我说多少钱 我十万 我鬼气的 这会儿花一百万的 那时候我给她吃不了一份饭 我刚从老婆所说 我不相信 口感觉告诉我 再告诉你 啪 给了我一张 一百万的卡 说我不相信 我给你吃不了一份饭 现在我想过 这样子 今天下午 咱们拍张照片 让你们借个一半 为什么 这一半是五十万 还能卖一半 那五十万 我带你去 念这一遍 来 画 好不好 老里的鼓掌 我再看看 我真是 哪是什么 什么 银行 哪是 我们家的门禁 你看看 好 我再这样 这个 再发的鼓励 已经斗不过 好列手啊 我太紧了 啊 最后我想介绍一下 娱乐冷词 娱乐冷词的老总教科 我再评论我 就知道 乱乐 cheaper 因为